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三百二十集 你怎么就是想坑我钱吧 该死的雪儿狼 肯定是他这里出了问题 不然二叔这么疼我 不会让我喝这鬼东西的 许清安放下吧 抹了抹呛出来的泪 脸上笑眯眯的心里妈卖劈的看着许新年 都怪大哥 要不是他出馊主意 非让我把清菊带回来给林英吃 我许新年岂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许新年暗暗皱眉 在心里把大哥埋态了一百遍 兄弟俩低头吃菜 来填充酸水翻涌的胃 看看 看看 这兄弟俩一下子精神起来了 吃东西都倍儿香 许二叔呢 落井下石笑得那叫一个豪爽 许清安和许新年都不搭理这个外表忠厚 其实心眼贼多的中年老男人 等呕吐欲望被饭菜压住 许新年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放缓了进食速度 哎 四舅啊 大哥有个问题想请教 鉴鱼和小老弟之间有意的小船 岌岌可危 许清安措辞很客气 什么事 许新年像极了他娘 骄傲得抬了抬下巴 似乎想起了什么 一些无理取闹的事我不会做 比如 大哥的貂蝉在哪里 这件小事 许清安早就忘记了 因为福祉很满意他的妖力 所以 许白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 渐渐地就把这个突发奇想的创意 抛之脑后了 你通读史书 知不知道远景帝曾经废后 哎 许平志 一敲婉言 叮当脆响告诫道 虽然在家里 但也要尊称陛下 养成习惯 免得在外头脱口而出 惹来麻烦 远景是年好 用年好称呼皇帝是大不敬 就像江湖上很多人 喜欢用魏清衣来称呼魏冤 远景帝废后嘛 知道 当时据说闹得挺大 哎 你 许二叔看向儿子 但侄子和儿子默契地不搭理他继续交谈 为什么要废话 不知道 史书上也没有写 不过当时闹得挺大 满朝文武都在此间 御史和几世中上蹿下跳 恨不得爬到远景帝头上拉屎拉尿 来彰显自身的文明 许新年一边加了一筷子的菜边吃边说 最后给此件回去了 虽然没有废后 但皇后被打入冷宫 远景十四年才出来 平时皇帝的一言一行 皇帝在朝堂上的做派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 就远景帝修道这件事 头几年 史官们的记录是 帝修道 荒废朝政 远景帝看后大怒 要求史官修改 史官宁死不屈 不惜被四零死 不过连续亭长三人 罢免一人后 史官们屈辱的弯下了膝盖 改成 抵修道 朝政 亦不误 不过 若干年后 后人重修这段历史 远景帝多半要被打回原形 甚至被抹黑 那后来怎么放出来了呢 许前当时不好意思追问怀请 毕竟那是人家父母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不过话说回来 谁家父母没闹过离婚呢 那一年是魏渊大败北方蛮子 凯旋而归 远景帝大设天下 顺便也设了皇后 哦 我说怎么远景十三年那么耳熟呢 原来是魏渊一举成名天下之 抱歉啊魏公 我不是故意对你不敬 原来是魏渊初次展露争容头角的那一年 赴云州的途中四号曾经说过 远景十三年 秋收之后 魏渊临危受命 北上领军 只用一个半月就击败了北方蛮子的骑兵 难怪怀请会成为魏渊的弟子 原来皇后还受过魏渊的恩情 许清安恍然大悟 虽然没搞明白废后的原因 但也不算没有收获 至少名侦探许白嫖可以由此推理出 皇后即使犯了错 但不算大过 否则远景帝不会借坡下驴 特赦了皇后 宁言 你饭后有时间的话 去借一下灵音吧 是谁一符合倒霉侄二八字不合的姿态 但使坏人起来毫不客气 志同启蒙的书籍也就聊聊两三本 学不了一天 再加上孩童天性顽劣 紧固在课堂一整天未必有益处 所以通常午时下一刻就结束了 也就是中午十二点十五分 许清安推托 辞救怎么不去啊 沈身不悦了 辞救下午要在书房读书 叫你做点事推三足四 许清安挟了他一眼 婶婶 你把绸缎都还给我 沈身挤出一个美美的笑容 哎呀 宁言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 吃菜吃菜 婶婶给你加块鸡肉 自从许清安升官发财 还买了新宅 婶婶在他面前就直不起腰来了 说话都礼不值气不壮 许清安问了地址后又说道 宁言妹妹跟我一起去吧 正好带你们姐妹俩 在内城逛逛 买点首饰什么的 沈身一听 宁言啊 要不 沈身也一起去吧 哈哈 你就是想坑我钱的吧 许清安用质疑的目光 审视着沈身眉艳的脸 可以啊 不过首饰不买了 这臭小子 口口唆唆的 沈身板着脸 不去了 二叔 二叔 你看 沈身就是为了占我便宜 可怜我媳妇都没娶 我得村前娶媳妇的 许清安立刻告状 许二叔无奈说道 我刚不是给你五十两了 你还有脸提那五十两 青云堂 青云堂的名字有两重意思 一是取义平步青云 二是蹭一蹭京城外那座青云山的热度 开设私塾的是一位老秀才 叫李炳毅 五十岁高龄 两眼已经开始昏花 正因如此 才取尊降跪 教导志同启蒙 数修非常高昂 每三月叫一次 李炳毅老先生有个规矩 家中有文人的 数修少一半 家中有官职在身的 数修再少一半 当然 前提是文官 武将除外 凭借这条规矩 李炳毅老先生 把青云堂打造成了贵族小学 那些个不缺钱的大户人家 觉得这条规矩有趣 凸显出了自身的优越感 再加上 李炳毅老先生教书确实有一套 因此 没时间给自家孩子启蒙的大户人家 都愿意把志同送来青云堂 个板月前 李炳毅老先生 遭遇了一生之敌 是他这辈子最难教的学生 徐灵依 你站起来 课桌上 李先生抓起竹条 桌子敲得砰砰响 堂下坐了二十多名志同 东侧的角落里 一个扎着同机的女童 很乖巧的站了起来 他五官稀疏平常 圆圆的脸像一只包子 双眼明亮有神 把三字经背一边 李老先生盘坐着 语气平静地吩咐道 然之初 性本善 性香气 背到这里 女童掐壳了 李老先生习以为常不动怒 捏着眉心叹息 为什么半个月过去了 你还是只会这三句呀 这种纯小孩 不值得动怒 徐灵依叫声说道 我爹说 一朝鲜吃遍天 一朝鲜吃遍天 是用在这儿的吗 李老先生愣了一下 想起了这孩子的父亲呢 是一位粗鄙的武父 那也就不生气了 大家好 我是织毛 我配的是小豆丁 许玲音 喜欢听 请订阅此专辑 给我们来个五星好评吧 谢谢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